我们访民在国内穷尽所有的上访同情 我已经不下100次上访了 海外访民跟国内访民来讲 它肯定是自由的 自由大与小的问题 国内是有跟无的问题 如果我认为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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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一个人 我认为了一个人 我知道要递交 我的冤情性很难递交 因为我只能 不是蓝车 就是叫车把它叫下来 马路上的警察有三十个警察 我骑跑 他们也跑 就跟着我跑 然后我冲过警戒线以后 他马上就扑上来了 那个特警局警察在我前面 他挡住我的时候 一下子的就是 步我以后呢 就把他也给扑了 就用力啊 就等于我人是砸在他身上 我们是访民 也是抱着医师的希望 能够有这个机会 那是最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个希望很少 因为历次我们都是劫策 都告状 所以我每次到白宫门口 抗议中共暴政 我都是强调 希望美国总统 川普能够关注中国人权 如果共产党政府 没有给我这个一个说法 我是危险道路上 我是坚决不回头的 我是一路 我一路黄奔 一路要走到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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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